百家关赛团 这才是大运会中国女排战胜日本夺金原因 原来是这几件事造成的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本场比赛 王文涵打得太好了 吴孟杰失误太多了 起码有50%吧 而且扣球没有力量 到一队去有点危险啊 看完比赛 在比照刚刚结束的世界联赛 大运队女排的能力和水平还是差蛮多的 即使像吴孟杰这样的尖子水平球员 还真的比龚翔与王云露差很多 还要时间锤炼 教练团队还是有眼光 庄宇山气质真的很好 但只能领队国家二队 省队真的可惜了 庄宇山的身高是短板 面对欧美高大强队是吃亏的 众会就是力政 我们发球失误太多 对日本根本不用拼发球 只要把球好好发过去就行 我们有篮网 有身高不怕日本的强攻 日本队拼发球战术没错 可惜我们失误太多 根本就没有体现出我们的实力 心里话日本队不服气 吴孟杰 庄宇山 周叶童 高毅 王文涵 妙依文 徐晓婷 许佳南 表现出色 中国成都大运会女排姑娘好样的 打出了威风 打出了血性 中国女排有希望 拼搏精神涌在 徐晓婷的传球力量太弱了 我一直觉得 辽宁的孙海平比徐晓婷强 而且强的不是一点点 孙燕也比徐晓婷强 孙燕和徐晓婷都只会传24号尾 传复工 他们俩都不如孙海平 其实 谁都有不在状态的时候 一二个球传不好 就说三到四 要多鼓励 很多年轻球员要多历练 多打些国际大赛 要给他们自信 都会成为优秀运动员的 虽然赢了 但发球失误 送分太多了 需要总结 打得不错 这次我们的发球失误太多 太差了 发球失误 直接送分太多了 特别是众会 每次发球 我的心都悬着 生怕发不过去 结果还真是失误 还有其他球员发球失误 平时要强化发球训练 不然直接丢分可惜 发球失误太多了 足足送分十几个 看得心惊胆战的 优秀团队不应该啊 遇到欧洲球队 肯定要输了 这次决赛 中国队拦网出色 但发球失误太多了 特别是七号 发球基本失误 其他队员发球 也是失误太多 一言难尽 他发球失误的原因 是觉得 发在前边硬拼 是很难对付日本队的 所以 只想发到成功而已 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希望不要喷别人 的确姑娘都很辛苦 也是很棒的了 昨晚 中日两队 打得黏黏糊糊 磨磨唧唧 非常胶着 激烈又于精彩不足 中国女排存在的问题很多 回来需要认真总结一下 如果你看了决赛 徐晓婷和王文涵的配合 还有众会 周叶彤的配合 你估计开始后悔了 要知道 这支大学生球队 虽然大部分来自国家二队 但毕竟配合的时间太短 直接就上场打比赛 能够发挥这样的水平 已经不容易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